捷運萬大縣工程進度過半 捷運局舉辦萬大縣列車外觀塗裝票選活動 邀請藝人馬念仙擔任票選活動大使 總共六款各具特色的車廂 邀請民眾一起來票選 就有機會獲得筆電等約100項的獎品 您覺得您是熱情活力 還是週一到週六各一款 然後週日抽籤決定 好 勇往直前代表著我們拼台北市的市政勇往直前 那這種東西每個人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就不如就訴諸iVoting給大家去選擇 所以從今天開始到5月16號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可以上網去選擇 當然是只要有去投票就送一個口罩 當然最後一定會有抽獎活動 萬大縣施工到目前為止順利進行中 而未來路線會一路從中正紀念堂到土城 估計每天運量24萬7千人左右 柯文哲表示除了施工有點慢之外 其他都在軌道上 另外預計到明年台北捷運站 還會多62個電幅梯 改善長者上下樓梯 那捷運局我想這個 我除了抱怨說他們這個施工太慢 其他像品質這個 大概我們捷運的標案你知道 都拿到這個行政院的工程金值獎 那這個也拿到 常常拿到勞動部的金安獎 所以在整個工程的品質跟勞工安全都相當好 萬大縣列車票選活動 從即日起到5月16號 民眾可以上網投票 票選期間在中正紀念堂站7號出口 和中和站出入口 將會舉辦萬大縣主題展 與立牌合照打卡投票 還有機會獲得限定版的萬大縣口罩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香港民眾的osto 短牌合照 。 本能別球 總算 聚